诈骗集团横行,许多学生成了下手的目标。 其中,国高中生最常遭遇网购诈骗以及打工诈骗等样态, 而大学生则是以投资诈骗为主。 专家提出,除了要让学生了解各式诈骗的样态, 也强调必须要强化他们对于各自隐私的保护。 还在就读大三的陈同学跟网友说好交易游戏账号, 本来是要赚点零用钱,反倒一步步走近诈骗陷阱。 跟过去交易的平台不同,想要出金还得先缴保证金。 陈同学说对方巧利各种名目,他前后砸了七万多元, 最后不仅赔了账号,钱也都要不回来。 其实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就属投资诈骗最常遇到, 高中以下则会面临购物诈骗、打工诈骗, 甚至是视讯落疗诈骗。 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各式各样诈骗的脚本, 这是最直接的。 第二个是针对新兴的这些科技的方式, 不管是DFAC也好或虚拟货币也好, 我们都会期待孩子可以对这些知识有更多的认知。 除了要让学生了解各式诈骗样态, 专家也强调必须强化他们对各资隐私的保护, 毕竟诈骗案件层出不穷, 有立委还指出国内29岁以下年轻人有四成是金融文盲。 从警方数据来看,今年1到10月, 18到23岁的诈骗嫌疑人更多达8200多人, 这里面就有被害人成了犯罪集团一环, 可能还昏然不知。 重视官方有做出多项宣导, 强化学生辨识诈骗的能力, 但多数学者认为人不够, 尤其面对金融诈骗, 相关素养与知识必须向下扎根, 可以透过跨领域合作提升反诈观念, 避免年轻学子沦为诈骗集团的待宰羔羊。 记者川普号组台北高雄报道。